中国网络零售巨头阿里巴巴集团今天早上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成为第一个同时在美国跟香港两地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那其实呢 早在2007年阿里巴巴就曾经在香港上市 只是后来呢 集团经过一连串的内部整合就退市了 时隔五年之后 如今阿里巴巴第三次在香港上市 面对香港持续好几个月的动荡局势 香港交易所总裁也对阿里巴巴重新回到香港表示感激 同时也希望未来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公司到香港上市 今天一早 在十位来自全球各地的合作伙伴见证之下 阿里巴巴已开盘187港元正式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 对于阿里巴巴重新上市 董事局主席张勇认为这是阿里巴巴重要的里程碑 在这里我非常激动 我想今年是阿里巴巴的第20周年 在这20周年生物之际 我们迎来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就是回家 回香港上市 针对阿里巴巴再次选择在香港上市 张勇表示 这是因为他们看到香港资本市场的创新 看到香港的资本市场的发展 如果要持续繁荣 持续引领世界 非常重要的也要有更多的新经济的成分的参与 我们的加入一定是 第一是带来了更多的新经济的成分 同时也带来了中国最新数字科技和商业结合的很多的影响力 无论如何 对港交所而言 阿里巴巴上市将提振香港近几个月来低迷的氛围 同时 这也将成为2019年全球规模最大的IPO新股发行 感谢您的打开